因为我们荧幕还没有来 荧幕昨天出货 可能今天才会到 下一次上课就有大荧幕了 字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今天第一次上课 主要要跟大家先介绍当一个居士 我们要学的范围有哪些 都是我们当一个居士应该要会要懂的 那我们除了这些应该要会要懂的 然后再来我们就会进入到 从最基本的佛门的入室的仪轨 跟佛门的礼仪 其实有很多人他学佛 学了很久以后 可是反而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不知道 前几阵子有一个已经很久学的 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什么叫做上人 什么时候才可以用上人 哇一个很简单很平常的问题 可是真的遇到的时候呢 反而不知道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情形 所以就是说 今天我们先了解说 当一个居士 我们要去懂的那个范围有哪些 那再来呢就是去了解到说 我们的基本入门的 从最基础的 有时候我们假如没有这样子 很基础的地毯式的这样子来学习的话 很有可能学佛学了很久以后呢 学到的都是比较知灵获税的那种尝试 可能就是这边听一下 这边听一下 就是零零碎碎 有时候还是大家互相辗转传闻的 那今天因为荧幕还没来 所以字有稍微小一点 稍微把它放大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让联友们来上课 最主要是 我们很希望说 我们透过这个上课呢 可以 居士 居士就是在家学佛叫做居士 所有在家学佛的就叫居士 女的 男重女重都是叫做居士 男居士女居士 在家学佛的 都是叫做居士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上课 能够让大家比较很周面性的去了解佛法 就是比较全面性的了解佛法 那再来就是 大家到室里面来 跟室里头的师父 还有跟整个室里面的互动的情形 要怎么样子的互动才是很如法如律的互动 才不会呢 可能太过或者是不急 有时候呢 来到寺院里面跟你们平常在家呢 你们到朋友家是不太一样的 有时候热心过火了 可能会撕掉分寸 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去学习 我们入室的法式 知道我们的一个尺寸 所以就是让我们了解说 跟生团之间要怎么样子来互动 才是最佳的状态 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我们会配合常住的意思 就是指说都不会动的 就是固定在这里的 就是指我们整个室院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到 要常住的就是指室里面 就是配合室里面的活动 我们办了什么样的活动 希望大家来呢 不是只有 人家现在到你念文 就在念文 是怎么要念文不知道 人家现在到你五共 到你打什么 要想什么还是你拜什么策 第一次你拜什么 不知道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来到这里 常住有什么样子的活动 那透过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会配合常住的活动 让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所参与的法式 它的意义还有内涵 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用心 在这里呢 用功学习 那另外呢 就是能够去了解呢 护法的意义 怎么样当一个很好的护法 也许大家呢 不一定只有来我们经社 可能也有 有时候跟着你们的朋友呢 有时候也会去其他地方 那去其他的室院 也都是一样 我们怎么样当一个很好的护法 如法的事情我们 顾持 这个就是好的护法 那假如遇到呢 你已经有听经文法了 知道这样的事情 不是很妥当的 假如你还盲目的顾持 这样你就不是很好的护法 所以有一部论 在《大藏经》里头 有一部论叫做护法论 它就是教导居士 怎么样才是一个很如法的 很如法的来顾持三法 遇到很正确的事 很如法的事 我们就尽力的护士 遇到了不妥当的事情 我们默默的远离 不要讲 讲的就有是非 而且呢会损我们的福报 又照考验 那第四点呢 就是透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呢 希望能够去 引导大家 能够去规划 能够去规划在家的一个修行 在座的各位 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牵延啊 就是说已经没有这些上班啊 工作这些很固定的这样子的限制了 所以比较有时间了 时间不要空过 能够去规划 我在家学博 我在家修行 我也是要有一个规划的 这样子才不会 经过几年了 好像还是这样 就是对人 人家这边走 人家那边走 那边走 这边走 不知道在学什么 考不清楚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希望对于 出家的意义 是要从在家居士就要懂 不要 不管以后你们的音乐怎么样 也许 你在什么地方 也许哪一天你发心了 想要出家都很好 但是不要说 人家就好了 快点快点没机会了 就莫名其妙就剃口了 等于剃口以后 我不知道有什么 几年了不知道 等于是在那种气氛或情境之下 让我们只有去出家 跟到什么去出家 不知道 那你出家以后 人家有很多地方 可能你的音乐就不一定有 比较殊胜说可以去 真的去了解 修行 了解什么是出家 所以 最好的状况 其实在戒律里面的 出家的意义 这个这一份的内容是放在在家学习的 这一份的内容是放在在家背来 就是在家人就要学习 为什么在家人都要学习 因为所有的出家人全部都是从在家开始的 所以他从在家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出家的意义 假如以后你有因缘出家 你是了解意义以后很正确很真心发心出家的 所以你一路会走得很好 假如你的因缘并没有因缘出家的话 最起码你懂得出家的意义懂得修行的意义 所以生虽没出家但是你心出家 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原来出家这么殊胜 所以你的因缘就是当一个在家的户法 所以你会更知道说我怎么样子不持 这么难能可贵人家出家的修行 你会不持得很欢喜 因为你知道出家这条路是不容易的 所以就是这边说的 在家居士就必须要了解出家的意义 这样子才能够增进对三宝的尽兴 不然生宝也是我们现在都还是凡夫生 凡夫生不是一出家就老人 出家是正要学习 可是出家以后我们就是很努力的 知道该怎么样子哪个方向去学习 那假如在家居士就已经了解出家的意义的话 跟出家要做什么样的学习 这样子的话呢 对三宝起的净信心呢 就会大从心里面的恭敬跟佩服 而且能够了解之后 让因缘成熟的人呢 能够很正确发心来出家 不要茫茫然的 懵懵懂懂 或者是因为都不懂人揪下去 所以没有办法去检测正法 或者是不正确的法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 让大家能够知道学习的方法 其实学习是有方法的 不然的话呢 听听听听好像 呃 不要说一步经啦 听得到我头上就不在了 别说听得最后 就好比呢 呃在座呢 大部分都是呃 很常来做晚课 晚课我们诵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诵了这么多次 里头的内容 熟不熟 还是在诵的时候 在想过 想到靠开的时候 来面说什么 好像想 零零碎碎 知零破碎的一些概念 每一次诵阿弥陀经 有没有云游极乐世界的 一朝一周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学习方法 假如我们知道学习方法呢 我们随时诵阿弥陀经 我们很快呢 前后都可以兜得上 好 十五个八 可以 好 就是说 我们在诵阿弥陀经的时候 是要想象整理你 是要幻想 观想你不用另外一个想 你只要水稳入关就好了 水稳 就是水稳 他讲到七宝石八功德水水稳入关 所以表示你平常一定要听经文法嘛 你才知道什么是七宝石八功德水 它的意义在哪里 就好比呢 我现在告诉你呢 桌子 这个桌子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 所以我只要讲桌子两个字 我都不用跟你讲桌子要当什么样子 才叫桌子 你立刻就知道那个感觉 你都在心里的感觉 你立刻就很清楚 可是呢 我假如现在告诉你呢 黑洞 你不一定知道 你 不是 那这个是一个太空的 太空的一个星际的名词 所以你就会完全没有概念 对不对 你就是只剩下黑洞两个字而已 到底是什么 你并不知道 那一样啊 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内容 假如说我们对于 我们所学的里面的内容 或者再来我们初一十五 我们大家要一起共修的福门品 对于这个内容 我们去了解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再送起来 你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了 那时候我们再送阿弥陀经 你才会有云有极乐世界的感受 不然现在对我们来 假如你不懂的话 对你来说呢 可能在送的时候 你只是 我认识这个文字 一个接一个 那时候 诵经对你有没有效 有 但是它的效果呢 会 比较局限在于定的部分而已 因为你专注 所以它可以培养你的定力 加上呢 心呢 它有相当的功德力 所以呢 它可以 让你呢 心呢 能够安定下来 所以对你是一种定的意义 就是修定的意义 可是它并没有呢 在你开会 开启智慧的意义 并没有 因为你对它是完全不了解 好 这样还有没有问题 好 假如再还有想到问题的话 可以 可以随时发问 好 那我们学习的方法的话 可能会我们有经论的方式 有时候我们会配合常驻的活动 做经论的方式 或者是专题的方式 下一次上课呢 会用 专题的方式来跟大家呢 介绍一下 最基础的三规一的部分 这个就是属于用专题的方式 或者是呢 这些要让大家懂的 可以用开试的方式 例如说等一下呢 大家下课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参见 10点40呢 一起参加个我们的五共 做小共 然后留下来用五灾 五灾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师父 在那边呢 可以那边一起坐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请益 生活上的这些 不懂的地方 这些都是属于开试的方式 能够随便开试的部分呢 去了解佛法 或者时候呢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透过 法语或者是海豹 这些 像我们现在的情形是 我们上课我们会录程 这个是会整个荧幕 所有的过程 包括我的版书 全部都会录影进去的 那我们上完课之后呢 我们就会拖在主群 有的可能那一段 好像不太记得什么说的 他可以掉那一段出来看 或者他今天刚好呢 有事情啊 没办法来上课的 他也可以看 当然你不要想说 那以后我就不用看 不用来上课 我就是看那个就好 可是看那个的 纯粹你没有亲身在现场上课 只看那个 其实效果是比较不好 那下面这个呢 是简单的 因为这是个表格 我假如放大的话 它的位置会跑掉 就是简单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要学习的范畴有哪一些 例如说入寺法 进到寺院里面呢 最基本的嘛 一定是先要进来礼国 等等的 其实还有很多 能够要去了解这些规矩的 才不会呢 太放逸或者太紧张 假如不了解的话 可能就会太过不及 都不好 再来戒律的方面呢 有关于在家居士 该去学习的 红一大师他很好 把他全部集了一个在家背来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家居士就必须要在家 要知道出家的宗志 就是出家的意义 怎么样子来发心 所以这个出家宗志的部分 是放在在家篇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慢慢的也会上到这边 那上次有来参加传授五届的呢 借善跟四善的差别 那时候已经有上过了 有来上课的人应该知道 就是为什么要受戒 我的心善就好了 为什么需要受戒 所以就是要知道戒善跟四善 跟世间善的差别在哪里 虽然上次五届有讲过 可是因为在座有一些 大概那一天没有来参加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再重讲 那再来就会分别对五届八届 我们会再细讲 因为上次传五届呢 虽然课程有排一整天啊 但是真的五届八届要完全的 很细腻的那样子来 去了解 是要更长的时间 那讲究我们这样长远的课程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排进来 然后很细很细的让大家去了解 我也跟常来的居士呢 有跟他们的佑他们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常常来的 你们一定要认课健康 因为再来 新的人 他们第一线一定不敢 什么事情就去炒师傅 一定第一个先逢家的书严 你如果认课健康的时候 到时候你们传达的 可能就会走样了 所以呢 大家常来上课呢 就是一定要学正确 再来再进一步呢 在家呢能够要去学习菩萨界 还有知道学界以后呢 要知道忏悔 忏悔的意义跟方法 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主题的 那再来有关于法事类 法事类就是说常驻的活动里面 可能是有拜水灿啊 或者是常驻的法会啊 或者是蒙山诗食啊 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诵地藏经 我们怎么样子来发心 或者是有时候呢 做法事的时候呢 最后会见识回向 他的意义在哪边 他的缘起跟意义 这些我们都是要去了解的 那其他教理类 我们内容就更广泛了 我们随着 慢慢的把基础的学会之后呢 这些就会穿插在里面呢 来上 包括大家 已经 大部分的人都会背的心经 虽然他很短 一百七十几个字 可是呢 很多人送了心经 到最后他 曾经有联友跟我讲说 他送心经的感受就是好像在绕口里 到底何欣在讲什么 他觉得送起来很顺 可是他觉得好像在绕口里一样 他实在是送了那么多年 还是不知道他的意义 心经是他就讲的就是我们很贴切的 我们每天每天的生活 其实都是心经 所以我们怎么样是让自己每天的生活 都可以跟心经相应 所以即使今天你没有时间去送心经 可是只要你跟心经相应 那你就是在送心经 那 再来呢 有关于行门类 行门类呢 例如说 我们也看一看其他古德啊 高僧他们怎么样子来修行 那这个高僧信仪的部分 以前我曾经排这样子的高僧信仪的课 那有马师呢 他就跟我讲说 高僧传自己看得好 看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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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不记得了 就是看得很精彩 看完以后呢 就通关系 因为呢 看到的只有故事 你只看到故事 看到那些情节 没有看到呢 人家修行的转类 人家修行的转 那个重点在哪边 还有人家的要铃 人家突破的点 你没有看出来 那这些就是要靠讲课 来帮大家做提点 所以高僧信仪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五经的往生传 还有一些法语真名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上课的 以后上课的内容 那其他呢 我把它放大 看你们好像看得很色列 好 虽然我们这边没有潮山 但是呢 有一些基本 可能就是在家居士都会遇到的 我们都要去了解 比如说潮山的意义 还有祝念的意义 要注意的事项 说真的 假如我们自己周遭的眷属朋友 遇到了灵命中了 乃至于往生了 第一线最可以帮助的 其实就是我们 所以大家平常就要学习 能够有师父去引导是最好 但是在师父还没去之前呢 第一线 我们就 假如我们也学会 学懂了 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 就可以去给他最好 而且最正确的协助 才不会呢 等到师父来了 结果呢 原水救不了静活 可能他一个冤亲在主一陷潜 的话 一个成人心他就堕落了 他背后给他 所以我们身边周遭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跟护念 一个灵中的人 或者是刚命断的人 怎么样去护念他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助念的意义 跟助念的方法 跟要注意的事项 那再来就是听经 听经的方法 听经也是有方法的 如果没有方法 可怜 会听听听听 听得过去 以前我上课 常常课就是跟大家 共联说 我们发心来学习 这一段时间已经复出下去了 要做就真的 不要做 不要做 不要做了 听了以后呢 结果没有把没学习 那表示这段时间就空 其实就浪费掉了 只是这么一点善音而已 所以听经啊 或者是学习方法 这些都是有方法的 可以把我们学习的东西 要学习 再来就是布施修福 要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一些 这些都是我们会在课程里面 陆续让大家知道的 再来就是 有时候你在外面会看到 这边在栽生 那边共和栽生 到底共和栽生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人家就走 走到那里吧 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发心 他的缘起 跟他的意义 再来要怎么样情法 你有问题想情法 要怎么样子情法呢 包括什么样子的心态 那怎么样子来情法 才是正确的 这个内容很多 我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连情法这个都要学习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很爱问问题 走到一件事 就一直问 同一个问题 这件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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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后来自己很短 因为听太多了 而且这件事听 去问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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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问他问他 是四杯大罪 以前我出家的时候呢 我替杜师傅呢 他跟我们讲了 有三种问题不要回答 第一个 上次有来听五戒的就知道了 第一个就是 你不问我不答 人们没那个问题 我们不用主动去讲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会不对根基 人们没那个动机想要知道 第二个呢 就是问我不会的 我不会答 我们不要抢不知以为之 包括居士也是一样 问那你出来的 你出来的 你出来的便宜啊 这些初学 跟你问假如你不知道了 不用拉不下脸 你不知道就说 我不知道 我再来问看看 我来误会看看 只有佛才是正骗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太多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知道 那是真正雄 不知道那是偶然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不要抢不知以为之 第三个就是 拿别人说的来问 你不要回答 不然会有失灰 他说某某法师说啥呢 你觉得呢 人家讲什么呢 你觉得这样对不对 这样子的不会回答 所以既然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不要这样问 你假如对哪一个地方有疑点 有疑问 你直接问那一个疑点 问问题就好了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我去桌某某手说啥呢 这怎么办 这样子了解 这样就会搬来搬去很多次 但是说一说的时候 人家也跟你回答 没有跟你回答 你说 你怎么这么没空 那跟你回答 你还滑倒地说 你怎么会这样说 人家没有去桌某某 人家怎么说 哇 那就糟糕了 就世界大乱了 所以呢 我们学佛呢 就是要去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就是 这是讲到情法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所以情法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代价句 是我们都要去学习的 那再来就是 怎么样当一个很好的护法 怎么样当一个很好的护法 不会负辞的别人很有负担 对啊 有的非常的负辞 可是会负辞到 人家会很有负担 所以就是会讲说 什么样子护法 你可以真的很正确的 而且真的护士的 让大家都很安心 而且呢 你也护士的很 你自己也没负担 别人也没负担 好 那底下这些呢 就是有关于 能够实行前面的 大家学习的这些方面了 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些方式 好 所以这个呢 这一份呢 就是针对 怎么样子来培养居士 的一个内容 目标1234的话就是 这个呢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 一个代价居士 对 我知道 这边吗 你要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 嘿 所以这个是一项课程教案 嘿 就是我后面所执行的事情 我要怎么做都可以 都可以把那些目标都达成 对 所以这个我们在策划课程的时候 当我下面的课程 我全部执行完的时候 上面的目标 每一个目标他所实践的 必须要平均平均 每次我们大概的课程 都能打成第一个目标 而且通通只做第二个目标 但是其实大家学习 就会有所偏颇 所以我们在计划一个怎么样子去栽培 栽培人的时候呢 我们的考虑要非常的周到 哎 要非常的周到 师傅你刚刚讲的长柱是指处所 必方 长柱就是指呢 它是固定不变的 固定不变的 就是永久不能改变不能转移的 啊 其实现在所指的就是指说 试愿 就是试愿 不是指人 就是指 就现在来讲就是 这个整个试愿整体 啊 这个整个试愿整体 哦 因为他是怎么样 哎 长柱在这里 固定的就是在这边的 啊 这边不动的 哦 好 好 好 那在 进入 下一个主题的时候 先给大家看一个短短的短片 啊 这个短片很有意思 哎 但是中间都没说话 不过大家一看就可以看懂是什么意思 现在想像你就是那一个方形 好 好 这个原型不一定是爱情 这个中间呢可能是你的友谊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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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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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候 这个它遇到这个原型 那表示说 我们其实常常心里 我们有一个期许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的也许是事情 也许是友谊 不一定是爱情 所以这边只有一个心来代表 其实这个代表 只是代表说 我喜欢的任何人事物 当我自己一厢情愿的 我想要去追求的时候 可是呢发现呢 我想要追求的 他并不跟我相应 他想要的是要跟他一样圆的 所以我就赶快什么 把自己赶快砍成圆的 不惜一切 你看从一个方的要砍成圆的 是不是要相当大的 你看要砍那么多下来 是不是我们常常在这种 不管我们追求四任的人事物 乃至于友谊 这些是不是我们在中间 我们一定要 做有相当的牺牲 相当的退让 你去迎合 可是当迎合遇到的时候呢 发现我们所追求的事物呢 事实上随着姻缘 他改变了 对不对 不再需要的是 你所改变的那个样子 你很努力的继续去委屈求全 又改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姻缘无常 一直是不是一直在改变了 假设我们随着这个无常 一直在追求 一直在改变的话 我们永远忍不上无常 对不对 我们没有看懂这个无常的话 我们永远追不上无常了 结果其实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面 最后面的话 我们以为这种无常的流程里面呢 它是一直在变动 一直在改变的 然后我们就随着它们 一直一直追逐追逐 可是追逐以后才发现呢 我们忘失了 它最开始是哪一种形状 方形嘛 对不对 正方形啊 我们忘失掉 我们最开始我们原来的样子 我们因为被追求所迷失了 原来啊 真正能够做自己的还是什么 自己原来的那个样子 所以当我追求了绕了绕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呢 你想要在你原来的样子呢 可得不可得 不可得 所以我们讲一味的追求 那到最后就是毁灭 就是毁灭了自己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画里面呢 它里面所硬含的我们无常 还有生命的意义呢 非常深刻 其实 阿伦的意思是说 你所追求的就是那个缘 实际上它一直都在追求 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个无常 在变的 一定有 所以这一面的重点是说 你要坚持 要做好 要做好自己 要坚持自己不变 不是坚持自己不变 要等轻 随着你喜欢的在变 因为它又在变 你永远追不上它 对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无常 我们就是在无常里面一直在求不得苦嘛 你看它是不是一直求不得苦 一直在一直追求 事实上它一直在求不得苦嘛 可是它却忘了 它自己是什么 一样 重点就是自己要坚持不变 不是自己坚持不变 是要认识自己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要去接受自己 自己是就是 自己的因缘 现在就是一个棒子 不管人家喜不喜欢我们 我们很清楚说 我该怎么做 我们重要的是说 我该怎么做是正确的 同样的 大家开始学我 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可能你的家人不一定认同你 或者是肯定 但是呢 只要我们这样子跟着国头来学习 我们跟着经典 跟着国头这样子来学习 只要肯定是正确的 我们就要自己 每样的方式肯定自己 而不是一直去追求 还有人家希望我们变得怎么样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子做好自己 不是说固扯自己不变 是说很清楚认识自己 小朵的花有小朵花的可爱啊 牡丹有牡丹的庄严 假如玫瑰花想要开得像牡丹花那样 那一定会怎么样 开得很难看 而且成得很难过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说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一个姻缘 能够随速姻缘 然后如法这样子来学习 不管现前你的家人朋友 还肯不肯定你学我那条路 我们还能够很坚持的走下去 当师傅把那个圆的比喻展触查 不是圆的比喻展触查 是那个圆他想要的 事实上是不是在改变的 我所要追求的 我是不是要去追求 我那个他是不是要追求 就是一种贪爱 追求就是一种贪爱 我在追这种贪爱的这种的追求 我一直希望能够符合那个圆需要我 但是求得的 一直在改变的 假设我们只是 我们学佛的这个路上 我只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跟喝彩 来自于希望能够别人的掌声 我才学得下去 人们跟我们耳朵 我们就很高兴 就开始学佛 你法器打得很好 我就很高兴来打法器 再一天跟他说 你怎么做的时候 我都歪掉了 这样子了解吗 就是说我们对修行这条路 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呢 是把从内心里面对这条路的明白 肯定跟认同 我们才有办法呢 很马不停停地走下去 因为这条路走下去 我们尤其是在家居士 在社会上 我们要遇到的静缘很多 你周遭的一些朋友 各种宗教的都会有 来自于大家知道你学佛以后呢 知道你行不过行不过一世了 可能各种问难也都会有 所以在我们上课的第一天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说 这条路走下去 你真的要把它走好的话 坦白说要付出相当的辛苦 要付出相当的心力的 那中间可能会遇到很多事情 希望大家一起共勉 不要退心 只要你肯定愿意这样子走下去 很久就会练喽 好 问一下 有个人说 你休息的路上是什么问题 你计划进去 我以前做一个比喻 我们都有坐过公车吧 公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 那个偏远地区的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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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个乘客 我们修行这条路 不要说修行 我们人生啊 其实每个人都是公车司机 公车司机他可以 把开这个公车 他可以开得很快乐 他也可以开得很孤独 可是公车司机 很多人 很多人上车 他是不是也是从起站 要开到终点站 没有人上车 他要不要从起站 开到终点站 也是要 对不对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 我们修行的路上 我们修行的路上 是不是也是这样 有帮做兵 没有帮也要自己走 公车司机 很多人上车 他可以开开心心的 开他的车 没人上车 他也可以开开心心的 欣赏他的沿路风景 所以 修行这一条路 不管有帮不帮 不管你修不修行 人生也是如此 都是像公车司机 永远是孤独的 只是呢 在世间人没有学果呢 他用很多的娱乐 娱性节目 麻醉自己 可是知道吗 跟朋友大家 这样子静欢之后啊 夜懒人静的时候 那个孤独感越强 对不对 反而因为用这种外在的 这些物质 这一些呢 来麻醉自己 外在你认为的友谊 这些麻醉自己呢 自己内心里面的方向 没有去掌握好 其实 真的没有人的时候 没有 你这些外在的 这个掩饰没有的时候呢 你的孤独感 你可能有的人 都会在这里 都还受不了 即使你看他平常 嬉皮笑脸的 可是他内心里面呢 他的孤独呢 是最痛苦的 以前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有一个 大家公认的开心国 只要有他在的时候呢 大家都真的就是 没时间让你笑 停起来笑 就知道他有多么活泼多么开心了 可是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呢 有一次 因为他知道我学习国了嘛 因为他知道我学习国了嘛 弄着大家了都很好笑 可是呢 刚刚他毕业了 大家解散了嘛 各奔东西了嘛 各奔东西 大家都帮着高中到大学了 大家都分散 看我们那个年代嘛 年考年代 其实大家都分得很善 因为他平常是用这些来演示他自己 其实那些话是他告诉我的 他平常用这些玩笑 可是 就是他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笑 因为他无环卖住 停下来的寂寞 可是当他没有因缘 再去搞那些玩笑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摆放他自己 不知道怎么放在一起啊 所以这里就是今天 让大家看这个短片的意义 你一直要去追求银河 你才能够满足内心里 去补缺你内心里面那一块的空白 那一块的孤独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 到最后是什么 其实是自己 自己伤害 自己毁灭了自己 所以当他追求 追求不到那个因缘的时候呢 他那个孤独呢 其实是更痛苦的 所以 所以 不要觉得修行这条路是个很孤独的 这是看你怎么来看待 表示说你 你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修行 修行这条路 我告诉你 这是一条 你可以自己呢 非常陶醉在里面的一条路 不用靠别人的肯定跟认同 我自己很喜欢走这一条路 这样你才能走的长远 包括灭婆 我也是周长昂跟别人 公演说 灭婆这条路不要把它变成 啊 我得下苦了 我以后要去建议世界 所以我要做功课 我每天做功课要念佛 你这样的念果绝对不长远 而且你每天都会说 黏到白头油角角 因为你说我还没做完 专心 快点我还要念完 我说念成这样 我说了 黏到白头油角角 白头脚丝丝丝丝丝丝丝 因为整个皱纹皱起来 蚂蚁不小心爬过去 被你的皱纹夹死了 念佛一定要培养自己呢 我喜欢念佛 你看人喜欢唱歌的人是吗 哎 走走走走走 等一下哼哼哼哼就哼起来了 对不对 啊 喜欢饭饭的人 哎 坐在那里 等一下他就什么 哎哒哒哒哒 他就陶醉在里面了 我们对念佛也是要像这样 是因为我喜欢念佛 啊 修行这条路也一样 不是谁叫我们修行 也不是说你应该修行 就我喜欢修行 我喜欢 只要这条路是我自己 我喜欢 我愿意走上去的 再怎么辛苦 我都不会觉得呢 我都会觉得 单之如矣啊 所以这次 那个社口那边上课的时候 我跟他们分享一件事情 我刚说了 以前有个 我们有一个法师啊 那个法师已经往生了 他在当兵的时候啊 哎 他有一次呢 他们就 围定哦 小酒 说那个地方哦 哦 他曾经经过那里 那个地方很好玩 很刺激 他们去探险 所以他晚上 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就趁着 他都去睡了 然后他们就偷偷的搬墙 流出去 哎 他们五个 他们那一间 那一间的五个 他们就丢出去 哦 他们那一间哦 真的是很大的探险喔 走路 走路 走走路 走路 走路 围会被发现嘛 所以都是走那 偏僻的 没有路的路哦 那麽路 这样子来 拔山色水 他形容说 пош跪着 回路都滑了 那沙马 都跌跌跌 哎 啊 去逛回来后 大家起床之前回来 男孩都敢唱着腿里假装睡觉 可是都是什么 笑得很开心 在被窝里笑得很开心啊 后来他学佛了出家了之后呢 他回忆起这件事情 他说 那是因为我开心要去做的 所以辛苦都很开心 很开心 如果那天是班长 我去出差 还是要走那种路 要去到那里面去做什么 要走过去花蜜蜜 还有什么高楼 在这里可以拥大小里 那回来一定是什么 去不去就不 把班长妹去那边去 都很不开心 对不对 奇怪呢 同样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结局都不一样 所以 修行这条路也是一样 你是要很孤独 还是很高兴 还是很快乐 同样做这个事情 对吧 好这样子了解 好 那今天 因为虽然差五分钟 因为下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主题 好 五分钟也不要给大家浪费 好 因为要开始那个 生命的故里的主题也讲不完 给大家看一个 让大家懂得珍惜的一个短片 他妈妈不要浪费 他爸爸是残疾的 看他钱给他 你看他很有 他进他的能力去表达他的感激 你看他吃什么 烤的烧焦的馒头 他爸爸还没有看吃的 他就吃的这么关心了 他们烤了 烤了一个很像 那好像唱歌 还没吃 很厉害 外面吃 他都吃的那么样子的满足 所以觉得我们幸福 觉得不幸福 怎么样子去肯定 怎么去认定 你看 看他那个幸福的表情 看他那个幸福的表情 没有觉得他很苦 他觉得可以跟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这个鸡则 什么时候 你怎么都不想做别的 去野地里去挖那种类似像小红火锅那样 小孩子在那等他饿啊 小孩子在那种类似的 所以我们非常幸福 我们已经有的很足够了 你看他即使遇到这样子大的恶难 他最感谢的是谁 妈妈 他能够饮水思源 他现在有办法这样来照顾爸爸陪爸爸 不是因为妈妈让他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我们修行这条路上更要出去学习 你看一个没有学活的 一个都还没上学的一个小孩子 他都能够懂得感恩 能够去知道报恩 能够去什么饮水思源去追到最远头的 给他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学活这一条菩提路上啊 不要怕孤单 我们是很幸福的 今天就跟大家上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